sticking with melody 歡迎收看狂热球 teenage previous clip 我是紅舞 我是苓 underwater 你有辦法想像說有一天你必須要殺了你朋友才能生存嗎 我每天都在想像 我完全可以想像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把孫順流分 謝謝,師傅,也是這樣才能拉手屁 第二部份我們要來聊這兩部電影出現不同的武器 蛤? 喂! 你幹嘛? 幹嘛要聊武器啊? 你會想要知道那些武器的攻擊嗎? 完全不想啊 攻擊力什麼防禦力什麼 我完全不會想要知道 而且最重要的武器是折凳 沒有任何人使用折凳 好折凳 所以我們今天完全不要聊武器 我們現在聊第一個部分 如果你們在不管是大逃殺或司機的遊戲裡面 可以拉到一個島上 然後你們要開始殺別人 才能生存下來 你們有辦法嗎? 我會先找個地方躲起來觀察 這個情況到底是什麼回事 然後再決定下一步要怎麼做 因為我太怕死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我殺人 我應該可以殺得了人 所以你才把你做殺掉嗎? 我已經殺得了 就是如果是像Hunger Game這樣子 所有的人說我不認識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殺得了人 但是如果是像大逃殺裡面 就是同班同學的話 同班同學你一定會有些人跟你比較好 然後有些人就是你不太熟 不太熟的人可能就可以 就是好不眨眼的把他們殺掉 但是如果是好朋友的話 我覺得如果好朋友沒有出現 因為他想要殺我的樣子 所以我應該下不了手 如果我被拉到一個島上 要進行這個遊戲的話 我就會先死掉算了 蛤? 但是其實在大逃殺跟基督遊戲裡面 在生存這部分 有比較兩個不同的方向 因為在基督遊戲裡面 他們是為了要反抗政府 然後要推翻這個制度 把基督遊戲這個遊戲結束掉 他們才一直要做這些事情 但其實在基督遊戲裡面 他們在講的其實是信任 就是說你怎麼樣 在無可奈何狀況下去 真正相信 找到一個你可以信任的朋友 就是在那個狀況下 如果我一開始就非常相信的人 落入那個狀況的話 我應該一開始還是會非常相信他們 可是只要那個信任 一旦出現一個裂痕 就好比說 我覺得我們三個都是好朋友 但是我發現他有開始想要殺你的時候 我就會不相信他 因為他今天可以殺你 他一樣可以殺我 所以我可能就先把他斃了 所以你殺了林軒跟孫碩 你有可能再下來就殺我 為了要當主P 對 所以下一集只會有我一個人 對 那個裡面的 就是人民的憤怒 是比大陶殺裡面那些學生更憤怒 怎麼說 因為基督遊戲裡面 他總共分了十三個區 可是第十三區的人 因為一開始就革命 所以他們就已經被全數殲滅 因為政府就是要警告 其他十二區的人民 你們不用想要革命 如果你們一旦想要革命的話 就是像十三區的人一樣 就會被殲滅 對就全部被殲滅 女主角還是來自第十二區的人 他等於是裡面最窮的一個區域的人 所以他就是 他帶給其他區的人希望 有他的出現人民才知道說 他們可以起來反抗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選擇出生 你出生在十二區跟你出生在第一區 你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想要推翻這樣的政府 然後 可是像大陶殺裡面的小孩 他們主要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沒有辦法信任 特別是那個男主角 就是邱野 他說他不太相信大人 因為他媽媽隨便失踪 爸隨便死掉 他怎麼隨便死掉 對反正他就說他不相信大人 他覺得大人很不負責任 對然後他就說他希望他長大以後 不要成為像他們那麼窩囊的大人 所以對他們的希望是長大 就是他們的希望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他們都是因為有了希望才能活下去 在飢餓遊戲二裡面 他們其實有很多角色為了 要生存他們做了很多犧牲 如果是你們的話 你們可以為朋友犧牲嗎 如果你是真理喉嚨師 你妹妹被抽中 你會願意代替你妹妹去參加那個 這也可以 就是你會不會犧牲自己 我覺得我可以 我也覺得我可以 我也覺得我可以 好 聊完了 我們今天聊了 就是有關飢餓遊戲跟大好殺裡面 三個比較不一樣的部分這樣 然後也聊到幾個蠻相似的地方 那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還想要聊武器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回你們 絕對不會喔 掰掰 掰掰 快點訂閱啦 聊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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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丁